HELLO 觀眾大家好,我是JOMEN 那今天不得了,我們邀請到兩位可以說是在台灣Youtube圈知名的人物 我們的這個展睿還有展龍 大家好,我是展睿 我是展龍 太好了,我剛剛想說 我認得出來,只是我大概都要想兩秒 而且我們還穿一樣的 對,我們今天為了整你,我們弄得一樣 可是因為我之前有受展隊長邀請去拍一個MV 其實跟他們合作過,大概合作個10分鐘到20分鐘 大概就可以分得出兩個人的差異 這麼不像喔 我覺得哥哥有哥哥的,你是哥哥嗎? 對,我是哥哥 哥哥的感覺其實蠻明顯的,你會覺得嗎? 你是說他很明顯的哥哥嗎? 對啊,就是我 我跟一些 就哥哥比較老氣對不對 你的意思 你比較涉事衛生 哥哥就是長得比較年紀比較大 你說大哥什麼一分鐘之類的 然後第一就是看起來就是 8加9 8加9 今天這主題是我自己非常想做的 就是 因為夏天到了 其實我個人是一年四季都會喝台灣的手搖飲料 其實我也是 因為台灣真的太熱了 可是我的喝奶類比較多 今天有奶類 今天有拿鐵 茶湯或者是奶類 那今天的主題就是 我想跟大家探討一件事情 就是手搖飲料 大家那麼愛喝 可是其實我覺得八成甚至九成的去 都是半糖往下 半糖或微糖 對,我都是三分糖 我已經習慣就是一定要叫半糖去餅 或者是無糖去餅 我已經習慣 就是糖越少越好 就是很少有人會去點正常糖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正常這個詞 不應該說 就是大家能夠接受口味才叫正常 如果大家都不點正常糖 他為什麼會叫做正常糖 我買了三家台灣很主流的手搖飲料 然後還有那個簡單的糖度測試劑 我們還要買糖度 你這個糖度測試劑 我剛以為是那個 人家男生在刮鼻毛那個 你這個主流是 你認為是主流還是 我覺得啦 我覺得沒有啦 就是我自己會買的 你自己會買的 就是我自己會買的 所以我今天是買他 就是我個人愛喝的三家 然後 可以可以可以 就是你現在有喝嗎 可以可以 我認為的招牌 對對對 那我也會稍微的用糖度測一下它的糖度 讓大家知道說它的那個 絕對值大概在哪裡 然後我都是買全糖半糖跟微糖 全糖半糖 所以你是想要測試 他們的糖有沒有比例一樣 如果都是三分的話 對 例如說這三家 哪一家的全糖我們就要糖 那我們就先來喝五十蘭 五十蘭 我選的口味都是四季春青茶 我們先喝然後再來測度數好不好 好啊 我們一人一根吸管 正常甜我記得是超甜 正常甜 其實我已經很久沒有正常全糖了 它這個正常甜是第一口你會覺得很好喝 可是我猜測喝第二口第三口會開始膩了 因為其實我如果喝太甜我喉嚨會有點那個 那這樣呢 有點台語說西 就是會有一點點太甜的話 太甜 對 其實第一口用下去很順 因為它很甜 對 有夏天的感覺 對 但是我猜大概喝個五十ml 一百ml後就會開始 有 我現在在卡彈 就是開始覺得 哇 這個不行 這個太甜 對 我覺得這個會 這糖度會倒殺 對 像有一些人的體質 你喝越甜會越容易長痘痘 對 然後又容易過敏 跟大家說最大的問題 真的就是因為代糖飲料 你只要去掉代糖跟油炸的 你這一輩子人生的皮膚 一定會達到完美的點分 我剛剛測全糖 就五十蘭四季春的全糖大概在 7.5到8度左右 這個是很主流 四季春的半糖掃冰 非常我自己平常是喝這個 這個比例 很多人都很喜歡喝這個 對對對 我先來喝喝看 半糖就很不糖 半糖喝起來偏水 我覺得剛剛好 因為在半糖的情況之下 茶味其實才會被帶出來 對 然後你就會喝到回甘的感覺 真的比較低耶 真的比較低 它現在的甜度大概在4度左右 大概是剛剛的一半 真的是半糖 真的是一半 因為剛剛是7多嘛 7到8 7到8 對 它這個是4度 你看 我怎麼覺得你現在比較像在 警示員工有沒有偷來 其實是3.8到4這個左右 3.8到4 對 3.8到4 我沒有禁食 不愧是弟弟 3.8到4 他為了證明自己沒有禁食 我沒有出牢 我沒有出牢 3.86224 我沒有出牢 我只想證明我沒有30 不過這某方面也證明了說 它的半糖真的是半糖 對啊 因為它真的在一半 真的有半糖的 那接下來要喝一個更不甜的比例 這機器真的很準 微微 微糖微冰 冰也更少 然後你都快溶掉了 好 微微 你看全部都快溶掉 微微 我覺得微微也很好喝 好喝 因為微微茶味又更重 然後它幾乎沒有一點點甜而已 微微可能比半糖還更耐喝 對 如果要喝完整杯的話 這真的很好喝 微微好喝 2.5 我覺得有要3了 2.7 2.8左右 對 2.7 2.8左右 快要接近3了 為什麼我現在看得很清楚 剛剛那個不清楚 因為你現在學會 你現在已經比較喜歡看了 應該是你倒是要怎麼看 這個要適應了 怎麼 放太接近我睫毛蕩刀 接下來外貴帶來的是清新符犬 然後清新 我認為它的招牌是烏龍清茶 烏龍清茶 我覺得啦 然後這邊也是正常糖 我先來喝喝看 全正常的 這應該破10度 這好甜喔 這好甜喔 這是糖水的感覺 對 糖漿對不對 全糖 這個是剛好 接近剛好10度 真的好甜耶 所以他們的全糖 的比例更甜 更甜 對 而且 多兩度感受就差很多 從7.5到 有 代表我們的味蕾沒有壞 我們的味蕾 我們真的覺得是比較甜的 好接下來要喝的是清新 一樣是烏清 烏清 半糖掃冰 也是我會點的 比例 可是我現在開始有點擔心了 因為剛剛它的全糖這麼甜 可是我有喝過他們家半糖 我滿習慣的 半糖好喝 半糖也是滿甜 可是那個茶味開始出來了 半糖我覺得好喝 4.5 4.5 而且 真的比剛剛多一點 所以剛才他們的半糖 的確少一點 對 所以我們嗑得出來 我們的味蕾很準 大概多半度到一度 可能都喝得出來 我們的 我們很準 我們嘴巴很準 真的真的 接下來要喝的是 一樣是烏清 然後微微 然後冰塊已經幾乎全部溶掉了 烏龍要加糖 對烏龍要拌 我也覺得要拌 因為這個太像茶 就是水 因為烏龍有一個酸味 那個酸味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有點偏向 不好的味道 對 它的微糖大概只有2.5到3 所以清新酸比較甜 可是它的 它的準度是準的 它不會說客人要個三分糖 結果來一個 四分糖 如果他們的董事長在看的話 你們下面SOP做得很好 很好很好 對 接下來是我個人非常愛的 可能也是你們今天最愛的 茶湯會 然後茶湯會的招牌 我個人認為是觀音拿鐵 對 它的正常糖 是今天的正常糖裡面最好喝的 真的假的 就是 也是甜 可是是 我心情不好的時候 這個糖度我可以接受 我猜測 心情不好 我猜測大概6.5到7 很好喝耶 對 我今天的預期是 全部的全糖都會難喝 我覺得這是剛剛好的 它的茶味跟奶 都有 跟糖 他們的比例撞在一起 它很完美 所以茶湯會是可以正常點 不過我要幫另外兩家說話一下 是因為茶湯會最後撤 它的糖 它的冰塊都快溶掉 如果茶湯會冰塊沒有溶 有可 就是這樣講也對 對對對 可是茶湯會另外的優勢 它本來就是碎冰 它的冰其實溶的可能會比較快 嗯 我這邊看是10度耶 或是牛奶 對對對 應該是奶的味道 還是你再一次 我對我擦掉再一次 真的10度耶 你無法想像它跟剛剛的清新 是一樣的甜度耶 一樣耶 真的10度耶 可是剛才在喝茶的時候 我覺得很像喝糖水 接下來就來試 就是半糖 半糖的這個甜觀音 是我壞掉了嗎 我覺得跟剛剛是一樣的 很像對不對 跟剛剛是一樣的啊 所以 會不會它的甜 它的半糖 不是半糖啊 還是它加錯了 可是我覺得牛奶味道真的不一樣啊 我覺得會不會是牛奶的關係 你都做錯了啦 你都做錯了啦 這一杯真的比較奶 第一杯真的比較有奶味 來啦我們喝最後一杯 微糖 微糖的觀音奶茶 有啦 這真的微糖 這真的微糖 落差應該就很大 奶味甜味都降下來了 現在這是微微對不對 微微啊 那我覺得微微是半糖 我認知的比例是 它糖度可能還是有5對不對 對我覺得它有5 好啦各位 那我們最後來做一下總結喔 總結就是其實 清新跟五十蘭的全糖 我們都不能接受 對 都太甜 尤其我很佩服清新 可以喝全糖的人 很厲害 真的應該是有 很厲害 但是因為它 對因為它明顯高出五十蘭 對 清新的全糖 已經是五十蘭的全糖再加甜 然後 但是清新跟五十蘭的半糖 跟微糖都很棒 都不錯 對 這個大家如果是國外的華人朋友 可以下次來考慮 尤其我們剛好點到他們 比較有名的茶 所以喜歡喝茶的人 都是招牌 真的不要太多 如果要招到外國人的話 真的建議 拌一下 品味到茶 本身的味道 然後 但是我覺得 另一個很驚豔是 茶湯會的全糖 其實是好喝的 對我覺得 那一杯真的很好喝 然後它的拌糖也好喝 但是就是奶味多一點 好啦以上就是這一次的 這個手搖飲料糖度大測試 我覺得 很好玩耶 滿好玩的 很有趣 而且喝了好多 喝了好多 沒關係這工作人員會幫我們消掉 今天好肥喔 今天好胖 你們最後要不要打嗝一下 我忘記這件事 你們的閃退跟那個 倒帶 不是倒帶 閃退 閃退跟卡關 倒帶是蔡依林 我們倒帶是偏偶的 閃退的曲風是台灣少見的 好棒 其實也是我跟閃爐比較喜歡 對不起 很緊張 你剛剛說什麼 跟你自己比較喜歡 他終於承認 他一直想抹殺哥哥撞位 那你有買嗎 我有買啊 你有買嗎 我那個 我為什麼都弄一下 而且我是買斷 就是那一手20塊 20塊30塊再買 真的假的 現在的人願意支持 這買已經很少了 然後我每次跟別人講 別人說你幹嘛買 你就用KKBOX聽就好 然後我就說 可是我覺得買下來 可以無限聽很爽 真的耶 卡關 然後 因為我比較早 閃退 閃退先買的 閃退先買 因為閃就先出 一出我就買 真的 沒有倒草對不對 沒有倒草 但是卡關可能 你最近剪片有卡關這樣 偶爾會 那個訂閱卡關 好不好 你哪有成立 對 百萬 小卡 對… 你現在卡住嗎 就是 對啊 我已經卡在 各位路過的觀眾了 是不是該訂閱一下 你到底在猶豫什麼 對啊 一個這麼認真拍片的人 對 一個這麼講求知識 我講真的 Joeman的旅遊影片 是我看過所有YouTuber裡面 最認真的 哇塞 你再一次迪斯到那個耶 誰 誰 剛剛他講 剛剛他講 沒有沒有 我覺得大家都好棒 我覺得大家都滿棒 我覺得大家都有太努力 聽我說這樣 不是 聽我說就好 大家我覺得都有努力 這是各自的夢 不是 觀眾可以自己選擇 我也是 我們今天的影片 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大家如果喜歡的話呢 他們有這個 誰來晚餐 去你的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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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新歌啦 兩首新歌 還有陰森的也有新歌 陰森的叫倒草 然後我們三個人是卡關 然後陰森的叫閃退 閃退 Youtube聽得到 先Youtube收取 對 聽一聽喜歡再買 對 就可以買 然後 也可以訂閱 展榮展瑞的頻道 對 然後如果過了 各位真的要訂閱Joeman的頻道 他拍片真的很認真 是是是 旅遊影片我扛好不好 旅遊影片真的很認真 其實我都在看你們的影片 感動感動 好 那記得去他們的頻道看 他們來拍我家 對 第一次耶 是第一次有人來拍我家 第一次 大家就去他們頻道看 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 掰掰